临水夫人陈静姑 俗名陈十四 福建古田县临水村人 相传生于唐大力二年 父亲陈昌为朝廷户部郎中 陈静姑受家庭影响 十三岁时便与林九娘 李三娘一起赴驴山学法 拜师于驴山赶天大帝 许晶阳祖师门下 十五岁学成归来 是驴山派的女道士 民间上也流传说一些 关于陈静姑的故事 话说一日日在王母盘桃会上 观音与众仙彼师谈天众 不伸手指头弹破了血 滴在了一口井中 被福建古田临水中村 陈昌七格士所示 于正月十五日产一女 临盆时已想满世 故取名静姑 又殷氏十四日夜静时所生 古又名静姑 俗名十四 观音当日另有白发物师 跌落人间 白发化为白蛇残害生灵 陈静姑支付陈昌乃家传 茅山道法 乡人请求陈昌出山 为民除害 陈昌因病不能前去扶妖 便叫二子法通 三子法清去降服白蛇 不料二子法通学艺不精 反被白蛇吞食 三子法清赋伤幸免逃归 当时陈静姑年房十三 为了报仇 发誓要上驴山学法 归来时路过温州平阳等地 沿途收邀捉怪 为民除害 后闻白蛇竟在闽各地危害良民 陈静姑在白蛇洞前建法堂 不驴山正法 占白蛇为三段 白蛇化作女子陶盾 又某年大汉和苗枯萎 陈静姑死时正身怀六甲 但却不忍百姓灾苦是要为民请命前去祈遇 便使法脱胎离开陈府 前往祈遇 果真天降甘霖 师则万民 此时 狡猾的白蛇乔装成陈静姑来到陈府 趁不被偷食胎儿 陈静姑得知情况飞云而归 怒追之 呆蛇逃入临水洞 陈静姑作压舌头 令其永不出洞 最终陈静姑应急病作舌头而死 终年二十四岁 陈静姑死后 肖民感怀恩德 将其奉为神灵 尊称为临水夫人 每每祈祷 在保护富有平安上颇有感应 因而被人民称为顺产 助生护胎又民女神 宋代以后 陈静姑一再受到朝廷加封 也因此陈静姑的尊称 或封号甚多 如顺义夫人 慈祭夫人 半天夫人 三山女神 临水陈夫人 临水陈太后 临水奶等 2008年陈静姑信俗文化被 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让更多人了解她的 感人故事